好了,我們怎麼都要問美國那邊是加息 香港這邊又怎樣呢? 每個人都已經看了這幾個星期都這樣說 香港就是加息,香港就是加息 因為其實說完那個拆息Hybrid 都連日抽高了 都反映了銀行的資金成本增減 其實有些行業都一直上調了定期存款利率 大家在猜中,香港最優惠利率的P欄 是不是很快要加呢? 好像覺得加已經是一個大家覺得已經是普遍共識? 應該是個公識 那究竟問題就是什麼時候加 還有加的步伐是怎樣的 對於說香港的樓市的影響有多大 以至說港股 因為其實一向都是息息相關的 你幫我們分析一下你的看法 那當然每樣東西都有一個 就是騰能關關的情況 但是首先先回答了 究竟我們覺得什麼時候會加息 其實好像之前也有說 我們其實都是預計第三季尾 第四季應該怎樣都要更加的 因為你最主要其實是 你始終現在是港元和美金掛勾 那你固定了 你沒有什麼理由要強行將那些招勁這麼闊 是的 就是有錢是銀行不代表 你要不斷把這些錢要放出去 對不對? 但是這個位置我們自己覺得會更加 那初期會更加 但是我們之前是有個說過 aggressive 一點點的說法 就是我們會覺得可能甚至是追加的 是的 可能突然短期會 如果第四季是有機會 會突然加得到美國那邊的 那這裏有個想法 就是在當時後究竟周邊的經濟氣氛如何 就是我們自己的經濟氣氛如何 是的 就是如果原來第四季 真的好像跟我們的其中一個 很樂觀的情況 就是說有很多大家估不到的消息 突然間出台 是的 大家已經今時今日覺得 不會發生的事情突然間發生 那那些利好的話 其實可能就不需要追加得太厲害 但是如果好像這段時間 大家的心情都一般 現在就是最近見到一些朋友 就算是金融業不同位置的朋友 其實都連這個行業的朋友 大家的氣氛都真的差 就是大家都看著 哇 新加坡很好 哇 很多水 就是很多水 根本是他們在等著有什麼賣 那變成想說的就是說 他們現在很多年 大家都知道金融業通常 已經是比較容易轉身 他們都已經在說 唉 別說今年有沒有 bonus 別說今年有沒有加薪 我自己 不是說我 是說他們的對白 就是我自己都不敢轉工了 最重要是先保住一份工作 就是連金融業都是這樣的 那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說現在你看到周邊的氣氛 如果你沒有一些更加強勁的經濟政策 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第四季追加息的風險是高了的 當然了 但是無論如何 不要這樣想到這麼悲傷了 因為這個我覺得可以少少東西 就可以變的了 就是現在差一點信心 你少少東西幫一幫忙 其實大家就有一個動力在這裡了 那當回現在正常的情境去看 看現在看到的東西 追加息會 加息是會 未必要追加息 但是對港股的影響呢 我們覺得第三季未必那麼有catalyst 我們要加息會 大家介紹一下 不會在這裏 我會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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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你會在這裏 看這裏 我會在這裏 老趕 我會在這裏